今天凌晨NBA官方第二周的新秀旁榜出炉 前三名和上周没有变化 分别是Wanby,Chatt和Arsett Thompson 大家好,我是Terry 马次队近期迎来一波六连败 队中没有一名优秀的组织者 这让球员们无法打出高效的团队篮球 斑马也是一样 受到影响赛季投篮命中率降到了43.2% 三分球命中率28.3% 罚球命中率76% 场军失误有3.9次 但他仍有18.6分、9.3篮板、2.5助攻、2.4封盖一强断的表现 其中场军得分和场军封盖可以排在新秀中第一 场军篮板新秀第二 场军助攻新秀第五 作为一名穿鞋身高75寸226公分的球员 斑马在球场上能做的事情确实太多了 马次队本赛季的目标从来就不是要赢多少球 而是让斑马尽可能的成长 现在他已经开始遭遇各种明星级别的包夹防守 如果他可以不断的优化自己的技术 提高对于比赛的理解 其上限仍然难以想象 至于排名第二的Chatt Chatt现在有场军15.7分 7.5篮板2.6助攻2.2封盖一抢断的数据 投篮命中率52.7% 三分球命中率46.3% 罚球命中率90% 场军失误控制在了两次 在他的帮助下 雷霆上周取得了三胜一负的成绩 Chatt也许是过去两年遭受质疑最多的球员 他受调的身材被人认为无法承受联盟的对抗 上赛季开打前 甚至在一场野球比赛中受伤 而赛季报销 更让这种言论得以持续发酵 当时常常听到 Chatt连波库都比不了 Chatt就是个小周旗的声音 而他从今年夏季联赛 继前赛 直到现在的常规赛 则靠实力告诉人们 他有能力未来成为联盟最好的内线之一 Chatt在球场上的球伤和效率 就让人们非常的印象深刻 到目前为止 Chatt的场军得分和封盖 可以排在新秀中第二 篮板排第三 场军助攻排第四 本周新秀排阳榜第三的 仍然是活塞五顺位新秀 来自于OT联盟的六边形战士 Erce Thompson 他场军有12分 10.3篮板 3.7助攻 1.9封盖 1.3抢断的数据 虽然14.8%的三分球命中率 确实有点惨 但Erce Thompson在防守和篮板球方面的表现 确实非常惊艳 到目前为止 他不仅仅是新秀中的篮板王 其前场篮板球数 甚至可以排在全联盟第二 至于封盖加抢断总数 他同样可以排联盟第二 第一是浓眉的40次 第三是斑马的37次 第四是斯卡迪巴恩斯的36次 第五是拆者的35次 接着本周新秀排行榜 第四位的是 提湖14顺位新秀 焦丹哈均斯 这位球员场军可以得到 13.7分 4篮板 1.7助攻的数据 有36%的三分球命中率 哈均斯在CJ 因伤缺席之后 被提上先发 并在一些场次中 打出了不错的表现 包括对阵绝金的31分 提篮板3助攻 也包括在昨天提湖 以131比110 击败独行侠的比赛中 砍下25分 我会投进下一科 然后本周新秀排行榜 第五位的是 独行侠12顺位新秀 德里克勒威勒 他有场军8.3分 6.9篮板 1.1助攻 一封盖的数据 投篮命中率70% 常规赛开打以来 勒威勒就稳坐 独行侠先发五号位 他帮助球队取得了 9胜三负的成绩 包括今天球队 130比117 击败奇才 勒威勒全场8投7中 发球3发3中 得到17分 9篮板 2助攻 一抢断两封盖的数据 其中前场篮板球有4个 正负值为先发最高的正16 而在独行侠上周 以116比117 输给猛龙的比赛中 莱威勒因病缺席 结果就是 球队的禁区得分 比对手少了32分 篮板球也少抢了12个 本周新秀排行榜第六位的是 黄蜂把眼秀 巴马Brand Miller 他有场均12.8分 4.2篮板 1.6助攻的表现 第七位是热火18顺位 大龄新秀哈马哈克斯 场均数据为9.1分 3.4篮板 2.1助攻 排名第八位的是 爵士16顺位新秀 朱珠侠 Kanty教指 因为爵士中锋 白野兽 沃克开斯了受伤 球队调整了先发阵容 克林斯顶到5号位 马尔卡尼和斯文野兽 阿巴基出任前锋 朱珠侠被提上先发 和克拉克森搭档后场 他在成为先发空位之后 有场均9.7分 9助攻的表现 帮助球队拿到了 两胜一负的战绩 本周新秀排行榜 第九位的是 奇才7顺位新秀 法国体能怪 库迪巴利 他有场均8.2分 3.7篮板 1.8助攻 1.1抢断的表现 投篮命中率50% 3分球命中率43% 排名第十位的是 活塞25顺位新秀 马克斯·杰瑟 他目前有场均9.3分 2.7篮板 2.9助攻的数据 3分球命中率达41.3 罚球命中率100% 至于开拓者 碳花秀 黑曼·汉德森 最近一直因伤缺症 阴伤错过了球队 近期的无偿比赛 兄弟们 这期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